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电子商务 各位同学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看电子商务第五个讲次的播出 在这个讲次里面 我们要为各位介绍的是 B2B的电子商务 什么叫B2B电子商务呢 相信很多人收看过 我们前面的整个的课程 大概可以了解了 也就是business to business 企业跟企业之间的电子商务 说实在在这个领域里面 是同学比较陌生一点的 因为我们之前讲到 不管是B2C 企业对消费者一般的购物网站 一般的入口网站 或者一般的相关的新闻网站等等 这些都是所谓的B2C 大家每天都会碰到 C2C呢 很多人也曾经在上面买过卖过 如果没买卖过 也听过人家在上面买卖过 这种所谓的消费者跟消费者之间拍卖网站 大家都非常熟悉 可是B2B这一块呢 事实上是很多企业跟企业之间 对同学来讲 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并没有接触过 所以我们今天呢 在今天的课程里面就详细的要为各位来介绍 什么叫做B2B的电子商务 今天这个课程里面有几个主题后 我来为各位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会介绍B2B电子商务的一个概念 接下来呢会介绍B2B交易平台它的功能 为什么会有这种B2B交易平台 它的功能企业它需要什么样的功能在上面 有提供了哪些给企业有帮助的东西 这是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呢 在B2B电子商务的一个未来趋势 整个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展趋势 我们今天的三个主要的主题 会从这些来为各位介绍 当然第一个啦 我们先来看看整个电子商务的一个概念 在电子商务的概念 B2B电子商务的概念里面 当然最主要先开始要为各位做一个 B2B电子商务的定义 什么叫做B2B电子商务 基本上来说呢 B2B电子商务呢 是属于电子商务的一种形态 他主要来探讨企业 也就是所谓的第一个B的business 还有他的上下游协力厂商 他的上游也好 下游也好 都是其他的business 其他的企业 他们之间呢 资讯整合和交易的行为 那么从过去的整个的企业的一个作业流程 大多是依赖人工的那个方式来处理 到现在很多企业 透过了网际网路 不管在内部或者是外部呢 把他的库存啊 采购啊 会计啊 行销等等这些 把他做一个完整的整合 那么基本上来讲 来提高他企业的生产力 也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 那么整个B2B电子商务呢 相信这样的一个简单介绍 大家可以做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接下来我们来更深入介绍 他整个发展的历史好了 整个B2B电子的商务的一个 B2B电子商务的一个发展呢 我们可以从一个完整的图表 来为各位介绍他发展的几个阶段 这个图表上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他的一个横轴来讲 是他的时间 那么纵轴大家说 对他纵轴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图上面 纵轴就代表他的一个市场的效益 也就是说他越高的地方 就在荧幕上面越偏上方的话 他的效益也就是越高 我们可以拉到1995年那个时候 之前开始 早期第一个阶段 我们把它称之为 是一种所谓的电子资料交换网路的时代 那么所谓的这个时代呢 是所谓的EDI 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是企业跟组织之间 透过了一些各式各样的标准形态 来作为资料传输的一种方式 刚刚提到了EDI 这EDI到底代表的是什么呢 基本代表就是一个标准 也就是大家可以在图上面看到 电子资料交换网路的这个时代 好 那么基本上来讲的话 这边来讲的话 那个弹性低成本高 是他的一个特性 第二阶段 基本的电子商务就开始出现了 在这个阶段呢 买卖双方直接在网路上面进行交易 并不仰来中间商 所以有点像B2C的形态 只是他另外一个C 也就变成了另外一个business 在这个时代呢 那贩卖商品 网站基本上来讲是一对一 直接对他的那个买方 来进行交易 在网路上面放所谓的线上的目录 看起来真的跟B2C很像 大家可以就把它想成是一个 很大的B2C的方式 来经营B2B企业跟企业交易 另外一边的企业也是像上网买 像各位在网路上面 网路购物一样的那种方式来购买 好 这是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开始就不一样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上面 第三个图有点像个领结一样 有没有 这样这个图 中间就是一个所谓的B2B 蓝色的三个字 B2B 那么左右两边 左边是很多的supplier 右边是很多的buyers 那么这代表的是什么呢 有人把它称之为电子交易市集 什么叫一个市集呢 其实有人把它称之为 many to many 多对多 很多的买方 很多的卖方 在上面从事交易 那么同样的 中间的这一个东西呢 就是所谓的B2B的平台业者 这个蓝色的 然后白体制的这个B2B 就是一个平台业者 也就是有人把它称之为第三方 third party的这样的一个经营 因为什么叫第三方 买方卖方之外的第三方 目的在促使 形成一个电子交易市集 这个市集就聚集了 很多买方卖方 在上面进行交易 来提供大家一起交易的 这样的一个地方 在商业流程方面 也从原先的单项的交易 发展到双项交易 很多买方 很多卖方 嘿 大家好像就觉得说 我们上一个主题介绍的 上一次课程介绍的 C2C好像也蛮像这样子 很多买方很多卖方 只是今天这个时空 一换变成很多的买方 是企业 很多的卖方 也是企业 在上面进行一个交易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会发现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什么特性呢 上面的定价 是一个动态的 大家说 这个有什么特别 你看我们再回想一下 传统的B2C来讲的话 是一些购物网站 上面价格是固定 对不对 然后要买的上来 看它多少钱 好买了 这没有什么喊价的空间 这是定价模式 Fixed Price 固定价格 之前介绍的C2C 就开始是一个动态模式 那今天卖方在上面 定一个底价 让大家喊 买方 买人越多 它价格可以喊到越高 对不对 那么这东西没人买 价格就比较低的方式 成交出去了 这就是这种动态定价模式 那很多卖方 跟很多买方 都是企业的B2B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 哇 这跟C2C蛮像的 它就是一个动态定价 我们称之为 Dynamic Pricing 它的价格并不是 一开始就制定好好的 因为有买卖的供需 来决定它的价格 好 所以这种方式 我们称之为电子交易师级 那我们再回到图上面 来看看第四种 我们把它称之为什么 第四种这种B2B 就称之为协同商务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阶段是建立在 第三个阶段之上 就刚刚电子交易师级之上 增加一些企业运作的范围 在作业流程当中 把整个交易的事前 事中 事后的观念 都融入在这个阶段里面 除了注意自己 企业内部的流程运作之外 还透过上下游 一起协商 合作的一种商业合作 特别是市场透明度 也由透明度较低的传统市级 到最后变成 沟通协调互动的程度增加之后 变成是一种 透明化的交易市级 所以为什么称之为协同呢 大家可以看到 买卖双方之外 再加上了一些 第三方的服务提供者 金流业者 物流业者 或者一些其他的顾问业者 都加入了 在这个里面 大家在上面 一起来把采购 前中后所有的需求 把它完成 就成为一种 所谓的协同商务 相关的资讯 我们待会还会详细的介绍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为各位介绍一下 B2B电子商务的交易模式 在这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式来分类 我想有一些的分类 大家会更了解 它的一些模式 首先我们以交易的模式 来作为一个简单的分类 以交易模式来分 当然最简单 第一种交易模式 就是以买方建立的这种方式 那种这种买方建立的方式 通常大家会想 什么样的买方 可以建立一个B2B电子商务 当然这个买方 必须需要一个大的买方 也就是说 这个买方它本身 有一个非常强的buying power 它需要很多的东西 什么样的人需要 一些大型企业 对不对 举例来说在国内来讲 像台硕 它就有 每一年它自己公司的采购 不管是说 什么样的货品 你可以想到是一些 专业的原物料 到一些一般性的 甚至文具 耗材 它都有非常大量的采购 这个时候 这样一个大型的买方 就可以建立起来一个 以买方建立的一个 B2B电子商务的一个模式 另外我们来看看 由卖方 第二种是卖方 而建立的B2B电子商务 这种交易模式里面 进行交易的厂商是具有市场独占优势 只有它卖 而且是一个大的卖方 所以它必须要有这些的一些的条件 你说我赶快也来 我就成立一个什么都卖 什么都可以的B2B 对不起 不行不行 因为一般的企业来讲 你必须要有一些特质 你才能够做好到B2B 人家为什么要跟你交易 因为另外一个企业 他要跟你建立起一个交易的关系的时候 必须要相信你 而且必须要只有你才有的时候 他才会愿意来只跟你买 所以这种专卖 或者独占优势等等这些难以模仿 你就有这些的优势了 第三种B2B我们称之为 它是一种公开市集 其实刚刚我们前面的一个阶段 也介绍了类似的概念 对不对 公开交易市集 也就是说这个交易 它的整个的行为 不被买方或卖方所支配 而是一个独立公开的交易市集的平台 在上面的交易的市场里面 主要的收益是订单撮合的仲介费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帮助买卖双方来快速达成它的交易 减少交易的成本 是一个many to many的架构 我们刚刚前面一个阶段有介绍了 所以当你建立起 这样子的一个公开市集的时候 你能汇集很多买方 汇集很多卖方来进行 但怎么样分类呢 我们待下个阶段会介绍 最后一个称之为内容整合业者 什么叫内容整合 大家说我B2B跟内容整合有什么关系 有的 尤其在B2B的电子商务里面 所谓的content是非常重要 举例来说一些产业的相关资讯 相关的白皮书 甚至最新的技术的发展 甚至包括了人才需求等等 这些相关的资讯的这种内容 他把它整合起来 在上面提供某些产业 他特别需要的非常专业的知识 或者非常及时的最新的一些的资讯 这个时候他就他成立的必要性了 好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的分类我们来看看 以交易市集来分 它的商品种类的这种方式来分类 这种分类呢 我们通常都会把它称之为 一种水平的交易市集 或者是一种垂直的交易市集 这样讲可能怎么讲你都不清楚 我们透过一张表 一张图来为各位介绍 相信你就会非常清楚了 我们在这张图上面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种横向为水平 纵向为垂直的一种方式 我们首先来看纵向的比较清楚好了 举例来说 某一个产业可能是电机产业 航太产业 石化产业 或者是钢铁产业 这个产业的上游 中游 下游 上中下游 所以所谓的垂直交易市集 也就是在一些产业的上中下游的 企业跟企业之间 来作为一种交易的这种的模式 举例来说 我来经营一个石化产业的交易市集 那么我必须对这个产业非常了解 有非常强的专业知识 这样子我们就称之为 它是一个vertical 好几个vertical起来 也就是好几个产业的 不同的交易市集 所以我们称之为一个垂直 也就是它的上游 中游跟下游 是为一个垂直 所以有好多不同的产业 今天什么叫做水平呢 很简单 可以跨产业 我们来看那个图上面的水平的 这样的一个意涵 大家可以看到 水平有大概分成几页 几种的类型 第一种我们最上面 大家看到完蛋了 这是什么MRO 代表的是什么东西呢 最上面那个 大家可以看到横的这个 那我们等会介绍 底下还有什么管理软体 加值服务 员工福利 这些具有的代表的 非常的重要的特性 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就是 这些都可以所谓的 跨产业 共同必需的 我们来解释MRO好了 它就是 Maintenance Repairment 跟Operation 三个 也是什么 也就是营运 管理它的一些的 维修的一些耗材 什么叫耗材 其实连文具用品 笔啊 纸啊 营运碳房 这些都是所谓的MRO 你企业 Maintenance 你要维修 维护 修理 甚至要维持 营运的一些 基本的东西 你说文具 是不是每个产业都需要 当然需要 所以这个东西 可以跨产业来成交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称作为 它是一个水平的交易市集 刚提到 还有什么管理软体 今天有些企业 它需要一些 管理性的软体 譬如说 假设最简单来讲 所谓的ERP 每一个产业都需要 所以跨产业需要 也都可以来经营的时候 这个时候 就是一个水平的 B2B交易市集 这样就比较清楚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些人比较有 专业的一些的资源 或者是connection 他对上下游 都非常清楚的时候 他可以来经营 他的专业的 Vertical 垂直 B2B 那么有些人 他没有这种 非常强的产业的 这种know how 或者产业的根基的时候 他一开始起来 就可以跨产业水平 我这个东西可以卖到 每一个产业都需要 这个市场性就大了 对不对 而且又不需要 那么专业的这种产业知识 所以在这个时候来讲 非常多的B2B的网站 都是跨产业先起家的 也就是从水平交易市集起家 水平交易市集里面 最容易切入的一个一项 就是所谓的MRO 其实就杂货了 这些的耗材办公用品 甚至某些电脑 电脑也是跨产业都需要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 开始做起来的B2B 好了 这些是所谓的 那个垂直跟水平 相信我们已经介绍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 整个B2B交易平台的简介了 刚刚我们稍微 前面已经稍微提到过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 什么叫做交易平台 我想用一个简短的定义 来为各位介绍一下 交易平台通常是指 能够来处理多对多交易市集的 一个现金产品 或其他相关的事物的 一种交换行为 在电子商务的环境里面 通常这个平台 是一种虚拟的环境 不是实体的现场 透过电脑跟网路等 电子化的设备 来串联起来使用者的需求 而且成立不同的交易媒介 所以这是交易平台的一个基本的定义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 整个交易平台的功能 交易平台大概可以有好多的功能 我们一一地介绍 第一个功能就是汇整买卖的需求 就这样的一个交易平台 刚刚我们前面也介绍过 很多买方很多卖方 买方有买方的需求 卖方有卖方的需求 过去来讲 其实在传统来看 它的交易模式 买方它的需求 然后再来卖方 然后开始来投标 投标之后 然后甚至来协商 再通知卖方 然后再买了交易完成付款等等 好复杂 现在透过一个交易平台 整合很多买方 整合很多卖方 让很多企业 大家想想看 很多企业在买采购 或者是在销售这一阶段 其实耗费了太多的资源跟成本 如果今天有个平台业者 帮我们把这些需要的服务功能 都整合 然后让我专心专注在我的专业 也就我的核心竞争墙的地方 至于一些交易的过程 采购的这些 我交给另外的采购专业来处理 这不是很好吗 所以这种方式是第一个 第二个 它的功能是可以促进交易的产生 基本上来讲 网络的连结 我们一再地强调 它有很棒的一个条件 就是可以突破时空限制 所谓的时间就是24小时 全年无休 那么空呢 指的代表是空间 突破地底的限制 网机网络 全世界都可以使用得到 所以基本上把整个交易 扩大到全世界 把整个交易的时间 扩大到全年无休 所以在这边来讲 促进交易的产生 也可以达到很高 很好的效果 第三个呢 也就是创造收益跟利润 一般B2B电子商务交易市集 交易平台的获利来源 包括了第一个所谓的交易费 第二个呢 则是所谓的会员费 第三个呢 是所谓的广告费 第四个呢 是所谓的上架费 那么透过了这些的收入呢 整个的交易 就会有相关的 整个平台呢 就可以有相关的收入 来创造利润 持续提供更好的服务 给买方跟卖方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再继续为各位介绍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为各位同学介绍的 就是交易平台的 关键成功因素啦 首先呢 我们来看看 整个的市场关键成功因素 有哪些 我们来看看 很多很多相关的报导 或者是一些 学术上面的理论呢 其实都有跟我们介绍 在整个市场关键成功的因素 大概可以分成 五大类型 第一种类型 是所谓的 足量的潜在的市场 第二个呢 是所谓的 多而分散的买卖双方 第三个呢 是高度的市场接受度 第四个 是众多的交易环节 第五个 健全的管理机制 以及第六个 开放的交易标准 我想从这个字面上 大家同学都可以看得出来 你一定要有足够的量 而且呢 那个买卖双方 原本分散在很远 没有网路的时候 他们是根本没有办法 来进行交易的 透过了网路 哇 它可以透 刚刚讲过 突破了时空限制 也就是在全世界 任何一个国家 等都可以参与 而且呢 高度的市场接受度 大家都愿意 而且相信你 而且很多的交易环节 而且呢 开放的交易的标准 在上面 不管是金流 物流 还有整个流程 表格 规范 都是有一定的 标准的情况之下 就可以创造出 它的成功关键因素 另外呢 整个公司的 关键成功因素 有哪些 我们来看看 整个公司的 关键成功因素 第一个是 专业的管理能力 第二个 尽早的市场卡位 第三个 策略联盟伙伴 第四个呢 还要来建立 它的声望跟信誉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公司要经营它 当然你的专业的 管理能力要强 而且呢 你要有专业的伙伴 一起来执行 让大家更信任 那么介绍了这么多 相信很多同学都会问 到底为什么要有 这样的B2B交易平台 你说网路不错很好啊 那么让大家 突破时空标准 到底有什么样的诱因 让大家愿意来呢 当然我们就从三个角度 买方 卖方 跟整个的市场方 三个角度来看看 它所能产生的 交易平台效益 有哪些 我们透过一个 完整的表格 来为各位介绍好了 这表格里面 提供蛮多的资讯 我们来看看 针对买方来讲的话 它的效益是 第一个 可以增加选择的种类 第二个 可以提供充足的一个资讯 第三个 可以接触新的供应商 第四个呢 可以达成特殊的买卖 我想这些 大家一定都可以 看得出来了 对买方有这些的好处 对于卖方来讲 哪些好处呢 第一个 可以拓展销售的通道 第二个 降低实体的店面 第三个呢 接触国际性的买家 这些卖方的好处 第四个呢 另外一个呢 市场 这个市场方的好处呢 也有三个 第一个可以减少交货的流程 第二个 获得检查的能力 第三个呢 不限时间的销售 好 这就是对于买方 卖方 以及平台业者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 市场方呢 他们的一些的好处跟效益 接下来 我们要为各位介绍 另外一个主题了 就是整个B2B 电子商务的趋势跟发展 首先第一个 要为各位介绍的 就是一个专有名词 叫做eHub 什么是eHub呢 很多人说Hub 我听过是极限器网络 这个跟着不一样 这个eHub指的是什么呢 随着各个产业 B2B交易市集的发展 而能够最后产业之间 将会集结成电子中心 所以这个eHub 我们把它中文 简单翻是一种 所谓的电子中心 也就是eHub Hub本来就是汇集的意思 那前面加个e就是透过 internet的这种e化的这种 聚集的一个电子中心 那到底什么叫做一个eHub呢 我想用图的方式来解释 能够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 我们来看看下面这张图 这张图就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B2B eHub的一个架构 大家可以看到 中间就是所谓的电子中心 eHub 然后呢 你看它旁边有四个绿色的 就是这个中心周围 有四个绿色的小小的椭圆形 第一个我们从左上角来看 就是IT 资讯科技 它的右手边是content内容 它的下方呢 collaborations 协同商务 以及它左边的商务 commerce 交易 能够产生交易跟商务 那么最上面呢 是金融机构 最下面是物流机构 也就是金流跟物流 当然最重要的主角 左右两边就是供应商跟客户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看 这个eHub的概念 我们来看 再看一下这个图上面 大家可以更了解了 能够在这个图上面 左边跟右边 买方跟卖方 有一个电子中心 结合了物流跟金流的业者 而提供了包括了IT 包括了其他所有的东西的 这些的服务 然后让所有的买方卖方 在上面可以达到 所谓的协同商务 又回到刚前面的协同商务了 什么意思呢 买方跟卖方所有采购 前 中 后 所有的功能需求 这个eHub 都一次帮你完成 所以大家感觉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真正的一个eHub 要提供到协同商务的时候 从一开始采购之前的供应商品等 甚至包括了巡价 包括了法务 包括了关税 包括了各国的限制 这些全部帮你查的疫情压除 包括市场的状况等等这些 全部资讯的收集 有人说这些就是B2B 电子商务的stickness 我们之前在B2C 有讲过这种黏着 怎么样把你的顾客黏着 让他也就是一种 lock in的效果 让他觉得不用不行 一定要用 太好用了 那么企业跟企业之间 如果这些交易 采购交易的过程 所有的服务 这个eHub 全部都能提供 哇 这个企业就被lock in在这边 永远觉得说 要使用这个平台了 所以刚刚大家可以看到 那样eHub的概念 然后整个的联盟市场的形成 慢慢慢慢就形成了 我们透过一个图来 为各位解释一下 这个联盟市场的形成 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 哇 好多圆圈啊 也就是最下面大家可以看到 是一些所谓的micro market 区域性的市场 而上面汇集要成为 你看最中间这个大圆圈 就是所谓的主要市场 major market的一个eHub的概念 也就是一个eHub底下 聚集的非常多的区域市场 还有区域市场的最右边 有一个分享内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content一个 那个shared的一个content 在这边 除了刚刚提到 所有市场交易之外 它有相关的产业资讯的内容 汇集起来变成一个eHub 这个eHub 再跟其他的eHub 再透过网际往往相连 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eHub 跟eHub相连着 超级的一个 大的网际的B2B 其实这种概念 在十几年前早期的时候 CommerceOne有提出来 大概十年前 八九年前左右吧 CommerceOne有提出来 虽然很可惜 CommerceOne这家B2B公司 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可当初它提出来这样概念 是很多人希望未来 可以达到的一种 所谓B2B电子商务的 世界大统的一个理想 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从一些 其他方面来 更深入为各位介绍 所谓的协同商务 我们来看一个表 最简单的协同商务的概念 有底下的这个表 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简单 也就是说 企业内部本来的ERP 我们曾经在第一个讲词 稍微提到过 企业资源规划 跟它的左边SCM 供应链管理 右边的顾客关系管理CRM 再配合着协同商务 把企业的整个的运作 全部结合起来 刚提到 采购前中后都必须要结合 另外随着这样的一个发展 我们再配合一个时间轴 以及所谓的组织环境的变化 一个更重要的图来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 早期的企业流程的一个 再造BPR 慢慢进展到 所谓的企业资源规划ERP 再往上面再拓展到 上下游的供应链管理 再来进入到 所谓的协同商务的发展 所以其实这个协同商务 不再只是采购而已了 而是包含了 跟原来企业内部的 一化系统的互相的结合 然后发展出来的 一些的一个过程 所以协同商务最重要的 它的成功里面的 一个基石是什么 我们从刚刚图上面 就可以看到 它就是所谓的ERP 企业资源规划 企业内部要先做好 它的一化系统 所以企业内部的 一化系统很重要的就是 ERP是它最主要的基石 有了这样的一个 ERP的基石之后 它才能拓展到未来 所有的B2B的电子商务 那么B2B电子商务 协同商务 还有一些特色 我很快地来为各位介绍 有六项特色 第一个特色是创新能力的提升 第二个知识管理的建构 第三个信任关系的建立 第四个同步工程的达成 第五个即时速度的回应 以及第六个激励效果的维持 那么整个B2B发展到极致 就进入到了一个所谓的 协同商务 以及跟企业内部一化系统的结合 这就是B2B整个发展的一个未来 跟希望能够达成的一个目标 好了 整体的B2B事实上 还有非常多的内容 我们今天只是粗浅地介绍到这边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by bwd6